挑戰醫生 真的是 妳車名的 醫生試看醫生 捏一個三十七 一 二 三 好 醫生四 八點四 真的假的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剛剛有說句是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 等一下 阿中來一下 對啊 剛剛有壓過 阿中 來 你下來這邊 在這邊 好好笑 阿中拳擊手對不對 妳看起來很弱 等一下 來 預備 開始 很可能 66.5 好 好 難 阿中 北 大總 來 大總快來弄看看 好 她一起來 好厲害 來 試試看 把它握起來 一 二 三 用力 給鏡頭看… 三 六點四 三 六點四 不要動起來 那個女生挑戰一下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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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三點八 三 三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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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搭… 隨便搭… 我覺得 真的… 我跟妳解釋一下 因為… 因為人長比較矮 所以我手比較小 我是女生的手 如果你拿女生的機器給我 我就OK 這個我手的珍珠 我都身不太好 好 我跟妳講 沒有… 我們下一次 之後當然找女生的來 我們來跟她PK 好不好 看妳能贏幾個女生 太慘了啦 沒想到醫生那麼強 對 變我 我要問一下陳醫師 其實如果說人體脂肪比肌肉多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壞處 其實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脂肪比較多 肌肉比較少的話 我們通常會俗稱這為肥胖 肥胖這樣子的話 不管是在 不要講說撇開外觀以外 我們其實對身體這部分來講的 所謂的性陳代謝性疾病 或者是慢性疾病 性疾病 然後其實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我手上這個是一個模擬型的血管 不是香腸 這個血管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一個血管 像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通透乾淨的一個血管 但是如果你的血脂比較高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到 血脂比較高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 血脂這部分的一個沈澱或阻塞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血脂能夠少一點 這樣子血管上面的一個阻塞 當然是可以減少 因為血管上面有任何的破壞的話 或者是阻塞的話 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 不管是心臟 血管 血壓 或者腦部的血管這部分的一些問題會產生 如果是發生在我們的心臟這樣子的一個血管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所謂心肌梗塞 如果是發生在腦部的話 那就是腦中風的機會 對 接下來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洪教練 就是說 有哪些動作日常生活 都會看出這個人的肌力跟肌耐力好不好 日常生活中 其實最簡單的 男生在牽摩托車 尤其是重機的時候 摩托車停的 那個都沒有辦法牽出來 然後有些人他可能根本拉不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日常生活中 最能看到的男生 或者是男生在抱女朋友的時候 直接抬起來 有些人那個就是肌力 能不能抬起來 其實這個就是看他的肌力 女生的話逛街要提東西 可能提不動 因為買太多了就提不動 這個是日常生活我們最常看到的 好的 誰看起來超有力氣呢 我看看大家投票給誰呢 對 阿丁是一定有票的對不對 是絕對的 但是起司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對啊 誰投給起司的 大總愛 因為我看他自己投給自己 然後我就思考一下 那天的情況 你閉嘴 就是那天我思考一下自己的情況 我就覺得說 對 其實桂蘭這麼 就是看起來有點莊莊又有在跳舞的 是有力是正常的 可是他這麼瘦弱 然後又可以這樣子一直拉一直拉著他 然後這麼厲害是很不合理的 起司你沒有投給自己 他有 就多那一票而已 怎麼可以投給自己 對啊 那女生 女生的部分是 嫖蟲 得到最高票 對不對 為什麼 誰投給嫖蟲的 李懿兒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跟人家拚到底 假如說跟人家比那種 就是比力氣的話 他就是那種不認輸 然後硬要拚到底 一定要贏那種 是意志力 他意志力取勝就對了 好 那誰最沒有力氣呢 誰最沒有力氣呢 首屋伏肌之地的麥姬 麥姬 3票 麥姬人家投資 真的很沒力耶 這就錯啦 錯了 每次都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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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錯了 誰投給麥姬的 誰投給麥姬 妮妮 為什麼 看起來就是很沒有力 他每次說 我很厲害然後就 你居然不投給大總愛妳 大總愛看起來很有力氣 哪有啊 什麼力氣 對啊 他很誇張 OK 但會投給正方形 應該是合理的 因為正方形看起來 就氣若有死 對啊 講話就沒力了 你很有力嗎 正方形 力氣很大 真的嗎 你握一下 剛剛那個給他握一下 握力氣 握力氣 在這邊 加油 你要贏過我 你贏我 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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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每次都這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到底走出去 好 用力 加油 加油 好 我們來看看 什麼52 什麼52 25.4 25.4 OK 這是…這是男生用的耶 我又贏了 沒關係 下次發女生用 來好好披配納豆 對啊 拜託 所以正方形 你剛剛不是說你很有力氣 不講話 K怎麼Q掉了 沉默了 好啦 那所以是 這四位要出來PK一下是不是 P一個K 好 請出列 好的 現在我們馬上就要來看看 我們自己的預測到底準不準 究竟麥基是不是真的那麼弱 還是這個起司呢 真的會輸給麥基呢 不管怎麼樣 好…這個女生這一邊 好 計時準備開始了 好 請這個我們要浮力挺身預備 預備 請先趴下來 1就撐起來 2就下去 撐住… 就1下去 就沒有2了 好 來 好 預備… 1 正方形馬上下去一點 正方形現在變長方形 下不去 正方形 正方形加油 好 正方形不去 正方形 第一個被淘汰了 好 還要再下去 無必先 好不好 順利 條蟲會贏得了起司和麥基 麥基 麥基 上麥基 在地上啦 麥基 麥基 妳有老農夫的臉 麥基掛了 時間掛了 麥基不行了 條蟲還在 條蟲還在 起司 起司也落地了 起司也落地了 起司落地了 起司落地了 最後勝出是飄蟲 飄蟲冠軍 贏了 過月主里王莫戰 沒有啦 因為他也不算太低啦 男生算比較標準 對不對 但正方形勢 大家不出所料啦 對啊 完全在我們的預測當中 對 不過這邊大家其實要得救了 其實因為我們的洪教練 要教我們有哪些動作 得救嗎 可以訓練自己的肌耐力 我們現在就是要練習 我們的二頭肌的肌力 所以就在這邊 在家裡的話可以拿水瓶 然後把手打平放著 然後或者是手肘夾在腋下 垂直往上 我就舉啞鈴 舉啞鈴 因為我們在家裡可能沒有啞鈴 你可以舉寶特瓶 或者是有那種後書 原文書 兩疊有沒有 拿著 然後往上做 這個是二頭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有三頭肌的部分 三頭肌 把你的手放在後面 手肘固定住 往上 往上拉 往上拉 用力的時候吐氣 用力的時候吐氣 這是我們的手臂的力量 OK 然後這個是水寶特瓶 男生的話 他可以做這個動作 三頭肌的動作 等一下喔 好 推 固定在椅背的地方 手肘先打直 吐氣的時候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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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你想增加困難度 我們就把我們的力弊加長 腳往前 也更難做 對 然後肚子用 可是背部可以下來 你的腰一定要打直 吐氣 往下 有一些動作片 囚犯都在監獄裡面 做這個嗎 對 對 這幾個動作 就是可以訓練我們的 二頭肌 三頭肌的地方 你做 男生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也可以連帶著我們的背肌 也可以訓練到 喔 不錯耶